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很多的画手非常的郁闷 老花一 你们大棚里面养花 为什么总是比我们养得棒 为什么你们能养得这么好 今天深度的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事 首先第一点就是时间 您有那个时间吗 我们是靠着这个东西吃饭 我们每天都盯着它 什么时候缺水了 什么时候叶子黄了 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去发现 第二就是经验 我们有大量的经验来应付这些 比如说叶子上面出现的一种病害 一些虫害 而大家缺乏的是经验 最重要的是时间和经验 第三就是硬件设施了 你像植物 好多的画手说怎么怎么养 您要记住五个字 就是光水土气飞 首先第一点就是光照 你像我们棚里面 时不时的会进行折阳 会进行收拢 时不时的会进行通风 会进行控温 时不时的会进行浇水 会进行打药和施肥 而大家不会管理 光水土气肥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不论是什么话 大家第一点就去揣摩它的一个光照 洗羊的一定要给住光照 好多的话我放到卧室里面 放到客厅里面 那怎么能行 肯定是不得行的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用人的皮肤去感受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点了 好吧 再一个呢就浇水了 我们呢就是一直一直在棚里面 不论养什么花 都是干了才浇 不干不浇 而在棚里面呢 空气湿度同时是很高的 即使是盆土里面略微的缺水 我们第一时间补上水 不会导致叶片的一个受水 而咱们家里呢 很干燥 一旦根系一脱水呢 叶子同时也会跟着脱水 等到你再浇水上来 它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伤害 所以说这个点啊 花有没有也拿捏不住 关于用土呢 就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的粗暴 像我们棚里面呢 现在都是在用一些个进口的泥碳土 有点话说 为什么要进口 因为从地上挖 犯法呀 非法采矿罪 没办法 像东北那边也有这些类型的这种泥碳土 所以你们也要了解这个事 如果说大家不想花钱的话呢 你就用一些沙土 然后或者说扒了一些树叶来发酵 完全发酵复苏以后 掺一些腐质土 也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给大家说一说肥料的事了 肥料呢 永远都那些事 只要用了泥碳土啊 你们就在那个农资店 买一些那种便宜的符合费 完全无亏没问题 好了 希望花玩们呢 没事的时候都刷刷我的视频 没什么时候多积累一下经验 抽出一点时间来养自己的花 肯定会养得很棒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一 白了